你好 欢迎收看8月2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为期三天的花莲新议会第十九届 第十五十六次临时会的三读会议程当中 最受争议的两个案子就是 花莲县矿市开采警官维护特别税的自治条例 还有花莲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 经过大会讨论之后呢 府会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而这两大提案要在今月十月份 召开的定期大会就再来审议 为期三天的花莲新议会第十九届 第十五次第十六次临时会的三天 议程三度会议当中 参加平台会议的环保团体表示 县府应该对新设置畜牧场要有自己的立场 而不只是收集各方的意见 再给议会有议员们表结 而重点是在新设置畜牧场社区距离 农市余率以及住民咨询同意权的部分 而这些争议还是无法与畜牧场业者建立共识 而在大会当中 花莲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 和三读逐条审议的时候 针对纳入农舍的部分 先言黄欣 林远甫 庄志才 珍宝 老秀迪布斯以赖赵美惠李正文蔡一静 杨华美等人 先后针对各自立场勇于发言 有些议员认为 条例当中针对门牌以及农舍阵营的部分 有引起原住民与平地人族群阵营的疑虑 杨华美则表示 县府版自治条例当中 畜牧场距离上百公尺是怎样算出来的 应以说明 甚至要求农业处长文宽鲁提供各种不同的距离套图 让民众了解在多位议员们各自抒发以及建之后 县议会各自议员对花林县新设置须牧场管理自治条例中的纳路农舍 就地上百公尺仍无法达成共识 议长张俊建议进行表决 将花林县新设置须牧场管理自治条例 留到下个会期再审议 而在多数议员们举手同意之下 该条例留在下个会期进行讨论 另外花林县提案矿石税这次条例 在议会程序会当中遭到退回 县府认为不符合法定程序 不具法律效力 因进入大会讨论引发府会的工房 矿石税每年开征进行台币10亿元 是花林县最大笔的税收 因开征年线届满县府重体 花林县矿石开采警官维护特别税 这次条例草案重审 在县议会程序会当中就被退回了 府会各有见解 不断地透过新闻稿召开解决会来表明立场 花林县会为期10天的临时会 省议矿石税 不过被事法性重大争议为由退回 花林县石税也强调 将会积极与议会沟通协商 为了会以合法为优先 一起为宪明创造最大的福祉 花林县新设置 居木厂管理知识条例 和花林县矿石开采警官维护特别税识条例 预议在10月初定期大会当中 再送到议会进行审议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